这个女人一直苦苦等候着自己的丈夫 哪怕变成鬼魂也不愿放弃 丈夫却不知道她已经死亡 东南西北看到 戒指怀疑大壮才是鬼 于是对着她猛洒了一把糯米 大壮瞬间发出哀嚎 几人吓得慌忙逃窜 冷静下来分析过后 才想到如果大壮是鬼 那说明小美还活着呀 于是他们又转移目标 决定去营救小美 带她远离大壮这个鬼魂 小美一脸莫名其妙地陪着他们折腾 但小船根本支撑不住这么多人 几人只好扔掉船桨 这时大壮却追了上来 他们都惊吓得不行 甚至用手划船 惊吓之于 他们发现大壮好像溺水了 鬼怎么会溺水呢 这说明大壮还是活人 阿南赶紧把大壮救了起来 大壮一脸委屈地表示 自己是被米砸到了伤口 所以才惨叫 并不是怕害怕糯米 但终极问题又出现了 如果大家都不是鬼 那具尸体到底是谁的呢 阿东总算是聪明了一回 他决定从胯下一探究竟 终于还是看穿了小美的真面目 原来早在大壮没回来的时候 他就跟腹中的孩子 一起倒在了家中 这下小美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伸出了自己的大肠手 东南西北吓得不轻 纷纷跳下河逃走了 他们带着大壮一起逃到了寺庙 决定依靠大师的力量驱邪 但是小美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 大师都被吓得直接跑路了 看着变成鬼样子的小美 几人怒斥她不该缠着大壮 小美却觉得大壮无法离开自己 准备带她一起走 关键时刻 大壮还是想通了 她主动走上前去 并且认真地告诉小美 小美被感动得痛哭起来 东西南北四人 也纷纷被这份真情打动 大壮和小美紧紧靠在了意境 小美的力量 这就很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